大家好,又有Carrie 今天來還債 之前有網友提到我做一些 Pathpage 麵包等等 我今天做一個近年都很流行的 手絲麵包 但這是不需要用廚師機打的版本 首先我們準備這個麵團 首先一隻雞蛋 8-4克常溫牛奶就可以了 然後呢 4克的乾酵母 90克的砂糖 然後攪拌均勻 順便令芫生復活 激發 然後我們放300克的高筋粉 即是麵包的粉 然後繼續攪拌均勻 簡單來說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自己慢化 然後攪拌均勻 一塊麵團 基本上呢 沒有什麼麵粉 在碗邊邊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然後要攪拌均勻 先把它鬆一鬆 鬆完身 我們再放25克的牛油 那25克的牛油 我們先輕輕溶一下 軟軟地 如果不是很難混合 即是很難混合 真的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 剛才搓完麵團 很緊的 讓它輕輕稍微回復 放鬆一點點 我們就可以加入這個牛油 即是現在這樣 接著我們把牛油搓進去 搓均勻後 我們蓋著它 發動雙倍大 那你在新聞發也可以 在冰箱發也可以 在冰箱發也可以 然後 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先準備牛油 146克牛油 牛油是不含嚴的 我們將它搓 壓到 約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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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狀的物體 就可以了 用兩張紙 放它在中間 推 這樣就乾手正 很多了 用一個正方形 這樣就可以了 你從冰箱拿出來 攪拌一攪 這樣就容易做些 放回去冰箱冷藏 在這個時候 麵糰已經發到 雙倍大 我們將它排氣 然後用保鮮紙蓋著 再發一次 也是發到雙倍大 如果你有時間 就在室溫發 如果沒有時間 你可能要出街 放在冰箱裡面發 都可以的 這樣時間當然會長一點 好 好 我們拿出麵糰 出來 放少許粉 在桌上 我們拿出來 放少許粉 放少許粉 在桌上 放少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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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有廣告 大家可以去洗手間 去廚房 呼吸 廣告就會通過 你會看到 我會不停養皮 我經常都這樣做 其實呢 因為我們推它 它會起筋 我們養一養 讓它的筋 不要那麼勁 回復本來的狀態 我們在雪櫃裡 拿回牛油出來 放在中間裡 包著它 收一收 前面到後面 我們收一收 因為太多了 現在是它的底部 我們收一收口 然後反轉 我們準備推開它 推開之後 是我摺第一次 推的時候 小心點 現在的牛油做好硬 我們輕輕力 不要大力 大力 它會斷 輕輕力 把它推開它 但牛油呢 放軟了 推的時候 很麻煩 現在推是最好的 現在這個狀態 我們把它推開 推到長方形的狀態 如果牛油融了 推 牛油會走來走去 它很不平均 還有 現在你看到 有些氣泡 我們用牙籤 也好 什麼都好 把它刺穿去 然後我們摺第一次 就是這樣摺 摺四摺 這樣摺 摺四摺 就是這樣 看著我的圖 摺完之後 我們準備放回冰箱 放在最冷的冰箱裡 大概二十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這時候 牛油已經開始有些軟 我們要摺上去 還有現在 趁它軟 我們修正 整齊 一點 冰箱冷凍二十五分鐘 二十五分鐘 之後 我們拿出來 準備 又再推開它 再摺一次 這個皮 我們總共要摺兩次 同樣地 又是 揉著 因為牛油很硬 這個時候 我們將它推開去長方形 然後又是摺四摺 然後 切完之後 我們就放進烤箱裡 又是放進冷凍 二十五分鐘 之後 我們就放進烤箱裡 又是放進冷凍 二十五分鐘左右 在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將它推開去 推到二十五cm 成十五cm 這樣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就準備切割了 然後我們準備兩個帽 我準備了一個六寸的蛋糕帽 還有一個 長方形的 餅帽 兩條 麵團 好像這樣 捲起了之後 放進帽子裡 那帽子呢 記得要塗一點油 這個是長方帽 如果我們放進帽子 的時候 我們把它養鬆 看看中間有些隔斷 那樣 就像現在這樣 每個帽子 兩條 對 一個花 然後我們將 雖然發酵 雙倍大 放新溫 但我真的 早餐的時候 忽然間有時要出街 所以我放了一個雪櫃 就發了一個晚上 現在都發完了 我們塗回 全蛋水上去那邊 然後就可以入爐 焗了 一百八十度左右 焗了三十分鐘 就是這樣 三十分鐘後 我們出爐了 很香牛油味 對 很英俊 還有麵 現在很脆脆 裡面很軟 我們趁熱的時候 我們塗回少少少牛油上面 如果你不喜歡塗牛油 你可以塗 果醬 epicorn 和妹的果醬 即是epicorn 果醬 或者其他果醬 都可以的 糖水都可以的 接著我們塗在帽子 我心急 我現在還很熱 很軟 很軟 你看看 很正的狀態 很軟 很軟 它的特點 它比葡萄麵包香很多 因為裡面有很多牛油味 很香 正得不得了 不過肥仔 好 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謝收看 拜拜